小妈 60年 熟熟了 几几年 60年 熟老熟的是吧 对 我就问一下健康 那首先我从上面把你看下来 颈椎不好 对 我告诉你 你的小腹部出毛病 小腹部啊 肠胃这个地方出毛病了 明白吗 而且我看见你小腹部上面 好像有动过手术的痕迹 对 还有 你的腰不好 对 三楼 你生过几个孩子 两个 两个 有一个孩子你生的时候 好危险你知道吗 那个没了那个 看见吗 不是那个没了 是那个如果生了出来有的话你就没了 听得懂吗 医生跟你讲过没有 所以有的孩子到人间来就是来讨债的 我今天出来了我就要你妈妈的命 过去女人生病一个脚踩在棺材里的 所以你一定要懂这些道理 你要赶快给她念经超度了 否则你会一直被她要债的 你明白吗 她现在主要爬在你的腰上 对 所以你的腰越来越不好 那个后卫那个老发凉了 对 她老在你这个地方 明白了吗 你想不想看看她 你看晚上我叫她来看 很多人跟台长学博 有些人说不相信 台长有一次就说 好你不相信是吧 晚上我叫她看 晚上来了 吓得半死了 但是你相信了我也不会 还想那个我还想那个问一下 我想在这那个开店可以不可以 你在这开店是吧 对我想开一个 好你是几几年属什么的 那个六年年那个属属的 好你开过一个小店 开过那个又关了 我想再来 看见吗 看见吗 开过关了 属要是合作就没有和好 对 那个是一个男的 这个男的是对你有点意思的 后来你们两个感情的不好的 所以你们就分掉的 跟台长学博很开心的 发喜充满 对不对 知道人生改变就可以了 对不对 你这个人实际上有自己的财运 明白吗 你自己要开 你要当心 因为你这个人自己是财运不够的 你要靠别人帮助的 明白了吗 因为人家如果不推你的话 你自己开不好店的 是人家帮你出很多点子 帮你跑 你呢 坐正在店里 是可以赚点钱的 但是你这个生意呢 台长告诉你 实际上已经看过很多个了 你现在心目当中是有一个生意 这个生意我觉得你可以做 但是做两年之后 你要特别当心 除非你念经 否则这个租金啊 租约这个地方会出现问题 那我问一下 所有的那个对象可以不可以 在一起开这一遍 看见了吗 这个对象 上次就是对 对到后来对错了 现在继续对 老公一块看 他属龙 我不管你老公对象 反正跟你在一起 他属什么告诉我 属龙的 我看看他能帮助你吧 对 他属龙你属什么 属属 这个人过去做过生意 而且做得蛮大的 对 但是他这个人 有一点点小问题 听得懂了吗 我心里有数 你也有数 明白 所以你们更要紧密的团结在一起 然后全面把生意做好 我说什么他全知道 因为我只要一看 我就知道他跟那个龙是什么关系的 我什么都看得到 好了 你好好努力吧 你可以借他一地之地 明白了吗 你也不要化妆的 打扮得太像男人一样 稍微女生一点 明白了吗 明白了吗 太强硬了 好嘞 好好念 教你个窍门 要把这个生意做好 每天念四十九遍准机神奏 这个就是心想事成的经 准机神奏很短的 每天念请关心 给他保佑 我这个未来的老公 能够跟我一起好好开生意 我一定不做坏事 会讲吗 会讲没问题 恩心能不能 ..? 好了 也是 不是 星 淡 能 锅 好